范女士和董先生再婚十二年了 似乎为了印证婚姻有七年支养这一说法 五年前他们的婚姻开始出了状况 五年基本上不沟通 她的事我不管 我的事情我做我的事就是这样 我就是一个无常的保姆在家里面做干活的 因为我这个人心还是比较随乎的吧 就是近几年呢 就是一开始我还有一些事情跟他比方讲讲道理 后来也就不想跟他讲了 谁他搞了你想怎么干怎么干 听得出来婚姻中的这两位都各自苦恼着 都为自己感到委屈 她已经把我心伤得冰冷了 真是因为我没有爱她这样递我 她的性格太好强了 她是以我为中心 以她为中心 她说是就是 她说不是就不是 那究竟有多大的矛盾 让两个人僵持了五年 家中的冷空气都没有一丝回暖的迹象呢 当进入调解现场 让我们惊讶的是 范女士最先开始提到的竟然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家庭琐事 我拖地板 她把门打开 你就拖地板 笑什么 虽然事情很小 但范女士觉得 独以反映他们之间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你就看不懂我 我这么简单的女人你都看不懂 范女士究竟觉得丈夫不懂她什么 而深得广大女粉丝厚爱的调解员胡建云 能否听出范女士的话外之音呢 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锦朗妙计 调解即刻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我们双方当事人范女士和董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离婚 何不来 性格的问题 我思想就是经过今天条件以后 不要动不动就吵架 动不动就离婚 对吧 把那个家里的这个矛盾 那个原因找出来 他说的性格合不来 这是事实吗 嗯 决不起情况是这样 我认为我的性格还是比较罕默的一种 他的性格呢 在我的感觉呢 就是一种非常好强的 难不讲理的 家里每次的这个矛盾的产生都是他引起的 比方就是每次吵架都是他先吵 我的性格就是比较直 他要对我好的话 我也不可能这样天天跟他生气 对吧 他是每天都是找我麻烦 我在家里每天指责我 每天就说我这事做的不对 那事也做的不对 我性格也坏 如果你也不这样指责 你好好跟我讲话 我不存在这个性格 范女士强调自己的蛮不讲理 都是被丈夫逼出来的 接下来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我拖地板 他把门打开 你就拖地板 笑什么 他丢人吗 你说你说你说 他说那我是进来还是出去的 我说那你就出去 滚出去 我为什么反对了 我说你这么累 比方拖地一天你拖两次 改为一次个鞋 两天拖一次个鞋 我是有种口辱是不对 这是我有时说 也不是经常说 虽然事情很小 但多少能看出夫妻俩都有些脾气 董先生本来是出于好意 但因为他不恰当的表达方式 让范女士感受到的只有指责 而更严重的正式生活中 夫妻俩这种交流模式 让原本简单的问题 变得更加复杂了